今天學生挑戰賽 請到了台藝大還有北藝大 這兩間來對決 聽說他們是王不見王 對 兩間都說自己是業界第一 因為這兩間都是台灣藝術家的 搖籃 沒錯 除了藝術家以外 很多我們線上的主持人 演員 也是他們的學長姐 對 你有沒有聞到一股味道 濃濃的 首先我來介紹台藝之心 歡迎林賀宣大帆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林賀宣 還有LOLA 大家好 我是LOLA 好 以及台灣的天悅 我們在這邊 北藝之光 李韻晴 大家好 我是李韻晴 韓芸 大家好 我是韓芸 我愛你 哈囉 大家好 其實兩邊的學校 大家常常會去互相從舞 有人說考不上台藝才去北藝 有人說考不上北藝才去台藝 到底有沒有就是曾經 曾經有想要轉學過 對啊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以台藝為榮 對 因為台藝這種學校 它是 當我們的學長姐 講出來是嚇死你們的 來一個 李安 對 洪孝賢 夠了 講出來兩個 都直接是國際級的 其實夠了 對 但必須說我當時呢 也有當過台藝大的 偽孤 你有想要轉學 對啊 我大一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想要轉學 雖然大家有人說 你是考不上北藝才去考台藝嗎 是真的 那你後來沒有轉 沒有 其實老實說 我是有一個硬傷在身上 因為其實我的老家就在關渡 北藝大就在關渡 我當時心裡面的第一志願 其實是考北藝大最大的原因 也不是說你們很厲害啦 只是單可離我家比較近 可以不用花這個車錢而已 不是啊 那你這樣 這等於是 雙重北藝那 怎麼說 你背叛了關渡人 然後去了台藝大之後 又想要背叛台藝大 對 雙重的北藝大 對 不像運氣 他當初 這個就是他的第一志願 第一志願嗎 我說實在話 因為北藝大是獨立招生 我們二月就要去考了 先考學測之後 然後四月考素科 我考完之後我就說 人家問說你要不要去考台藝大 要不要去考其他美術 我說不要 我考這個沒考上 我就剃頭去當兵 那你剃頭 所以你剛退伍 你剛退伍嗎 你剛退伍嗎 你沒考上研究所 對 我當兵當了二十年回來 很棒 那第一志願你看人家就考上 其實北藝好像個人風格 都非常的鮮明 個人風格是好聽一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 北藝大學生有時候 業界可能合作上 大家可能他們個人主義重點 比較就難合作 有自己的想法 還沒有爆出他的學長姐來 你講到這一件事情 因為台藝大真的是 學長姐很多 北藝大我們就是只有專精 每年就只有一個班 你進到學校裡面去 那個校園之大都沒有人 還會養牛 你連上課時間都很像在放假 你去那邊就可以真正的感受到 好像去到國外去念那種藝術學校 校風非常自由 身為關渡人 我不得不同意 真的滿漂亮的 對啊 那韓芸 韓芸是音樂系 對啊 音樂系 那你也是第一志願 那個音樂系是我心目中 第一志願是北藝大 這馬上就考上了嘛 那你這樣覺得相較起來 你就北藝的校園給你什麼印象 給我一種就是 非常藝術的感覺 大家就是藝術家 然後會漫步在我們北藝大校園 然後拿著藝大咖啡館的咖啡 然後配上面包 然後就這樣子漫步 然後看著風景拍拍照這樣 偶爾來一個卸購這樣 對 很浪漫的 艾妮是舞蹈系 舞蹈系 對 那你說七年制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舞蹈系 比較特別是七年一貫 就是從高中到大學 一路讀七年的 高中 你等於高一 所以國三就會考招生考讀 考北藝大 那你很早就進去北藝了 那你曾經有想過對面的學校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 對 而且它比那種關渡人 還更關渡的感覺 有一個說自己是關渡人 就跑到台藝去 對 那我們問一下學妹好了 LORA 是台藝法 也是妳的第一志願 對 妳們的第一志願是不是第一志願 其實是耶 讀那麼遠要幹嘛 讀那麼遠也要幹嘛 讀那麼遠也要幹嘛 你不要擋他也自信 你也自己威風好不好 人家說怎麼拿著咖啡 優雅的走在路上 人員也可以啊 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拿著啤酒走在路上 啤酒 我們是戰友藝術家的風格嘛 我們都是這樣走路 教官都有在校園嗎 沒有 教官還要跟你揣官啊 對啊 我們學校的風格是這樣子的 還有圖文傳播 對 圖文傳播好像比 比較少聽到在藝術學院裡面 他就是很多不同的領域 都混在裡面這樣 沒有 用混就不好聽 就說 我們很多元什麼都學 對 我們什麼都有學 我現在他們就懂一些些一點點 所以其實在田園當時的想法 就是說 我要選校 我不如先選系 對 因為有些人田資願 是以學校為主 有些人是以科系為主 大家其實說真的 在學校這四年 可能有的還更久 對 對 但這四年都有學到自己想學的 而且也曾經在自己的校園生活裡面 都是好事 那今天兩隊來比拼 獲勝的隊伍有機會可以得到 10萬元高級家庭